3月下旬之后 现在中南部的天气非常的好 应该可以更满足社会大众所需求 整下子食言了 从3月中不缺蛋到现在改口 变成3月下旬可以满足需求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很无奈 现在到市场 蛋不止难买还变贵了 因为农委会先前提出的2加3补贴措施 将产地价格提高2元 同时补贴蛋农每台金3元 14号开始补贴取修 批发价产地价都要在各涨2块钱 现在每天的鸡蛋的产能是 大概10万7千箱 需求大概接近11万箱 不足的这一个3000箱60万颗 我们是透过食品加工的调度 以及进口的鸡蛋进来之后 那给食品工厂 我们再把食品工厂 国内的生鲜蛋来做调度 蛋糕是希望挡价啦 因为蛋少所以蛋糕都是加价去收购 然后回来以后再三点卖批发价 卖不到那个价钱 反而是提前在卖 总是在说没有什么做法 对蛋糕补贴有作用而已 对蛋糕没有作用 蛋糕希望回归市场机制 蛋糕则是苦哈哈 因为饲料费也涨价 成本已经超过50% 但给蛋糕的3元补贴取修 收购价也只调涨2块钱 1元加差成本变成得要自己囤 一支盐也不是办法 你应该要釜底抽薪 建议农委会主委 应该要跟饲料的业者 要好好去喝咖啡 因为饲料现在已经15块多 如果你从根源饲料没有解决 它的成本涨高 那你叫蛋糕 它不要增加 这也不可能啊 温度度数的话 其实鸡蛋的一个下蛋率 就会受到影响 赶快思考更多的配套 我还是要提醒农委会 尽快就对了 一颗蛋搞得全台鸡飞狗跳 如何平息明月 又要保障蛋商蛋农 农委会还有上脑筋 华语新闻会后 与李嘉倩才会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